赛但总赛 Sync 轺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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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今天讲这个能源 尤其是綠色能源 我說時間怎麼這麼會挑 我對施教授他平常 我就很配舞他 那時間我更配舞 因為這個禮拜各位知道 是什麼禮拜嗎 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 一個最重要的 國際會議 是什麼會議呢 而且要開兩個禮拜的會議 對丹麥齁 在Gopenhagen開會 為什麼這個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我們人類 地球能不能繼續生存的會議 假定開得好的話 會創造很多救援機會 對各位說很有關係 然後又有剛剛講的 就是有關整個能源的永續 地球的永續 各位知道有多少人去參加嗎 這個會議 隨便猜猜看 Gopenhagen是一個小城市 丹麥本來就是 地是比我們大一點 人口是比我們少 那這個Gopenhagen 它也不大 但是有多少人到那個地方去開會呢 隨便猜猜看 國際會議 我們沒有那麼多 一萬多人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 國家嚴守 包括美國總統都會去參加 台灣有沒有去參加 台灣也派人去參加 台灣也派人去參加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議 的議員 那為什麼會選擇Gopenhagen 這麼重要的會議 為什麼選擇在那個地方 怎麼樣 快要被淹沒 快要被淹沒 他不是隔壁的河南 河南是快要被淹沒 沒有錯 他已經在海底下 Gopenhagen 他是丹麥 丹麥這個國家呢 他對能源非常有眼見 你如果到Gopenhagen去 大部分的人不開車騎腳踏車 他那個地方那麼冷 而且還會下雪 上班 幾乎盡量都騎腳踏車 他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 但是他既然是用最嚴實的交通工具 他的路都很清楚 腳踏車是綠色 汽車一定不能業界 非常安全 然後他的新能源 他是準備要零碳的國家 所以他推新能源 你知道他推什麼新能源嗎 當然節約能源等等都要做 但是還是要有新能源 各位猜猜他以什麼新能源為主 各位猜猜他以什麼新能源為主 啊 太陽能 喔 施教授非常聰明 我就很佩服他 完全猜對 他 就只有推兩個 他不是向台灣什麼都推 我們台灣 太陽光電 風能 生殖能 燃料電池 海洋能 什麼都要推 我們台灣這麼小 丹麥只有推兩個 風力跟燃料電池 奇怪不奇怪 我們今天正好就是談這個燃料電池 可見 這個國家 他那麼眼見 他壓這兩個堡 說話是非常成功 難怪 這麼重要的會議 就在Gopenhagen 有機會我再談一談 可見呢 這個禮拜呢 是我們非常重要 那各位今天我們在一起呢 就一起趕快來探討 這個燃料電池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想跟各位稍微準備來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談這個燃料電池 包括丹麥他為什麼選擇這個 那到底什麼是燃料電池 他有哪幾種 可以用到哪裡 要談這個呢 為什麼我們需要燃料電池 我想大概從幾個方面來看一下 那各位在這方面資料都很多 我只是要稍微點一點 我們看一下人類文明 跟現在能源的狀況 接著看看我們的消耗的速度怎麼樣 然後氣候的變遷 我們要怎麼辦 那當然答案會很清楚 好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人類我們文明的進步最快 就是最近這一兩百年 也就是在座你這一代跟我們這一代 那下一代就可能面對很大的問題 那到底文明的進步跟能源有沒有關係 是文明帶動能源還是能源帶動文明 各位同學你可以自己做一個結論 兩個是絕對密切關係 是哪一個帶動哪一個 這張圖呢 密密麻麻 這個就是從1850年 一直差不多兩百年到2150年 1850年差不多就工業革命開始 人類有幾千年或者說幾萬年 我們人類才十萬年左右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們現在這兩百年 我們正好在中間 那這個呢就是使用的這個能源百分比 在早期的話 這一條線呢是固體的燃料 早期我們都是用木頭啊稻草啊等等 所以百分之一百啊 都是用固體 核能也算煤啊都算固體的 但是他使用的百分比各位看已經掉下來了 已經掉下來喔 再不久的薑鳥啊就是會很少 那現在差不多在這裡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更好的 液體燃料跟氣體燃料 那液體當然是石油為主 那為什麼它會使用的增加這麼快 因為我們這些文明的發展 這個火車啊 1860年啊 這個Lanner他發明火車 他是用木頭 燒木炭木頭 當時他發明這個火車的時候 以前都是騎馬 那時候就有人跟他挑戰 說你這個火車會比馬跑得快嗎 你發明這個幹什麼用呢 結果後來真的是兩個去比賽 火車跟馬去比賽 結果水跑得快 蛤 蛤 蛤 是水跑得快 猜猜看 蛤 馬是跑得快 所以被人家績笑 所以說你這個 你這個是什麼牙 這個跑得都比那麼麻 但是後來火車還是國級 所以用的那時候都是用碳 然後這個 Edison 發明這個電 1877年 所以就開始要花電 所以那時候煤 就開始使用 木頭就慢慢減少 但是後來發現說有石油 它的Energy density更高 而且很好使用 它就可以放在飛機上 所以後來飛機這個Rite 1903年飛機出來 因為有石油 所以石油使用就增加 然後大的輪船越做越大 整個那個container 我們台灣出口都是靠著container 那個船 就跟航空母艦一樣那麼大 都是用這個石油 所以就使用車子等等 所以石油現在使用量 既然超過 固態 然後來 每一次 挖石油啊 都會挖到天然氣 天然氣很乾淨也很好使用 所以它使用量也增加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這文明一直進步 跟這個燃料 確實是有相大的關係 但是 固態 也會減少 石油也會減少 現在剩下的就是氣態 我們說的不是很久的將來喔 我們說的2050年 幾乎 大部分都是氣態囉 那氣態是什麼呢 是天然氣嗎 我們要進入 清冷的時代 那各位你這一代 你會碰到 進入清冷的時代 你的下一代 當然 更會進入清冷的時代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 大概是人類 一個最大的轉變 我們將從 化石時代進入 清冷時代 那各位可以說是非常幸運 也非常不幸運 非常不幸運 是因為當化石燃料開始 減少的時候 整個的變化會非常大 幸運 就是它 CREATE Opportunity 就好像這一次 這兩個禮拜 這個氣候 變遷的會議 在Gopenhagen 假定開得好的話 會CREATE一個 很大的 就業機會 但是不好的話 人類的生存 恐怕會面 面對更大的挑戰 因為這種會議 六七年才開一次 好 那很快的看一下 我們現在化石燃料 好 大家都曉得 石油啊 我們有這麼多 每年用這麼多 一算大概 差不多四十年 天然氣呢 六七十年 煤呢 兩三百年 這個當然不能說很準 但是不同的統計都差不了多少 那是不是石油 要到沒有石油 才會出現 石油危機啊 當你 那個需求稍微 有一點不平衡的話 其實 人類的Psychology 就進來 跟股票一樣 就會被炒作 石油現在都已經被炒作 幾個月前石油漲到 多少 漲到多少 一百多 一百 一百六十塊 結果 又掉到 四十幾塊 現在又漲到 七八十塊 所以現在已經在被炒作 那各位會覺得說 石油重要不重要 沒有石油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就沒有關係 我們是不是以後將來全部用電就好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電動汽車嗎 那我們將來就全部用電的就好了 用電池是不是就可以 我只要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想一下 假定沒有石油 飛機能不能飛 你能不能拉一條電線 拉到飛機上去飛 從這裡飛到美國 你的container 能不能從這邊開到美國去 船 全部停頓 飛機全部停頓 國際貿易 停頓 我們台灣是個島國 這個影響有多大 台灣的經濟 影響有多大 總不能游泳 總不能騎腳踏車 所以 我們人類 是非常的 dependent on 石油 不要小看這個 一個石油不僅對台灣 對整個世界的經濟 金融風暴跟他比起來是大五 小五見大五 這個呢 即將發生 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石油 這個就在你這一代就會碰到 我們大量使用 化石燃料 油 煤 天然氣 那當然 就造成大量的CO2排放 所以 CO2呢 這是歷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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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說我們地球的溫度增加啦 二氧化碳增加 大家都曉得這個事情 這個是從工業革命開始 這個溫度增加 二氧化碳增加 很困難 去證明它 但是 我們 可以用一些 correlation 不能說很正確 但是至少 適時 我們把它劃出來 就是這樣子 我們把 二氧化碳的排放每年再增加 所以我們把二氧化碳 它的多少 化出來 從300到350 然後 那一年的二氧化碳 跟那一年世界的颱風 有多少次的颱風 結果發現 二氧化碳增加的時候颱風的處數就是增加 這個correlation呢 還蠻清楚的 至少適時就是說 二氧化碳增加的話 氣候 變化 颱風 增加 而且 會 激烈 會兩極化 IPCC 就是 因為 ICCC的報告 兩年前 他報告 他是第四次的聯合國 跨國 氣候變現 報告 每一次 這是跨國的科學家 做出來的報告 他每一次的報告 都造成世界很大的震撼 第三次的報告出來就是 開 京都協議 協議 書 在京都 第四次報告出來 就是要開這個Gopenhagen 因為 這次的報告是非常的嚴重 有史以來沒有說 IPCC這種 小組啊 會得到諾貝爾獎 他也得到諾貝爾獎 這個小組是很多的 因為這個 有關我們整個人 地球 生存 他說 現在世界的軟化的速度越來越快 這個是人類造成的 不要再去變了 到今天還很多人在 在變是不是人類造成 現在就說 不要再去變 現在 重點就趕快要去做 降低碳的排放 二氧化碳 而且 就是現在 去做的話 穩定 排放的話 還是不能逆轉 氣候還會繼續變化 溫度還是繼續會增加 但是我們希望他增加的速度 慢一點 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來 拯救 他裡面包括非常多 基本上 他可以說 幾十億的人會受到影響 一方面 有大概 幾十億的人會面對水荒 缺水 會很嚴重的缺水 尤其是中國大陸 然後有幾億人 會面 飢荒 飢餓 龍舟屋 沒水 然後幾億人 會還 受到這個洪水的犧牲 海岸線 尤其是很多島國 整個島大概會被 填滿在下面 所以我們動不動 就是 幾億 而且是兩極化 一方面缺水 一方面水太多 兩方面 都是會變 極端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 氣候變遷對我們影響 我把最近這幾年的大的颱風 列出來 最近這幾年 我們最近今年的是這個叫做 摩拉克颱風 八月份 我們不怕魚多 我們最怕 它的強度 一個小時 下很多 那我們就受不了 雖然我們這個島國 照道理講 一下雨我們馬上流到海裡面 但是如果前面一直下的話 也來不及 摩拉克颱風 你看 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賀伯颱風幾年前 它的強度才112 毫米 一個小時 112毫米 然後呢 一直增加到166 這一次呢 摩拉克 他沒有那麼強 但是另外我們要擔心的 就是他總共有多少 每個小時 你看台灣幾乎增加50% 然後 總共 從差不多1,900 差不多2,000 增加到3,000 增加50% 我們那個摩拉克颱風 才不到3,000 下3,000 毫米 等於是下3公尺的水 我的人才 還是到1公尺 還是不到2公尺 難怪 我們的災害會那麼大 所以 一般台灣 在短暖這幾年 我們的颱風的強度增加50% 那 死傷就很大 這個就是 莫拉克颱風 那 整個小林村被掩蓋 還沒有掩蓋以前 這些房子 大家看一下喔 它這個土石流 不是因為人為造成的喔 它有很多的樹喔 不是檳榔喔 但是 它的汽水那麼大 整個 土石流 把我們這個村莊都蓋住 難怪我們省商那麼大 那各位猜猜這是什麼地方 哪一位能夠猜猜 台南縣嗎 零邊 還有沒有 高速公路 有一條高速公路在那邊 零邊有 這個 你想這是高雄嗎 有沒有哪位猜得到 高雄 這個還好不是在台灣 是在美國 紐歐冷 它這個 比我們還慘 它整個 紐歐冷是很大的城市喔 全部泡在水裡面 台灣的颱風來 我們最多泡兩天 水就退掉了 各位猜猜 它在一個城市泡多少天 哪一位能不能隨便猜猜看 一個月 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是一個半月 它泡好幾個月 水那麼多沒有水喝 全部污染 也全部停電 所以人都跑到屋頂上 也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 然後整個污染 因為它泡了好幾個月 更糟糕 前城市都沒有工作做 沒有就業 可見 一個颱風來 會造成 這麼大 台灣 有一個叫做729大停電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一條 為什麼 前台灣大停電 一個729大概大家 很健忘 有一個高壓 高壓的鐵塔 下雨的時候 因為突然鬆動它倒下去 所以 我們的電啊 是南電北送 北部缺電嘛 所以我送不過來 不但北部停電 南部也全部停電喔 因為現在電喔 都是 connected 省商 都是幾億 只是一個下雨而已 那這裡 停電是什麼地方 紐約 哪一位講的 喔 對 紐約有史以來沒有前部停電 其實前部停電 你看到亮的不是電燈喔 是車子的燈 各位可以想想看 紐約整個城市停電 卡在大樓裡面 在地下鐵裡面 什麼 結果怎麼辦呢 前部走路 因為他沒有腳踏車 結果 人走了比車子還快 我的親戚 就睡在紐約 他本來住在紐約 根本沒有車子 什麼都動不了 也走不了 走 後來就走到哪裡 行到哪裡 而且 而且不是只有紐約 每家 好幾州 八大州 停電 台灣 小小一個島停電 他一個州比我們台灣大 加拿大南部也停電 到今天 到今天 還不知道是誰造成的 因為現在的網 電網 多聯絡 現在有個問題 各位應該很厲害 因為我看了一下 剛剛那個 司教授跟我說 我來做一個很漂亮的海報 我一看這個就是松樹 貴校很有名 松樹 松樹 冬天會不會變色 不會 這個是松樹 這是加拿大的松樹 很漂亮 為什麼加拿大的松樹會變色 森林 酸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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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那邊 還好 還沒有那種酸椅 為什麼松樹會變色 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關係 松樹上面有一個小蟲 小鼻頭 小小的 小小的蟲 我們台灣叫做 火菇小 反正小小的 我們台灣有金菇嘛 我們台灣是那個 那個綠色的 亮綠的 它那是黑的 這個小小的蟲 這個蟲呢 它呢 冬天啊 它都會 在 松樹的 樹 屁下面挖一個小洞 為了船中接待生蛋 加拿大很冷 所以它在松樹 屁下面保護一下 它把蛋傳到明年春天 它的鼻頭就是小鼻鼻就出來了 本來平衡的很好 但是最近這幾年啦 溫度稍微高一點 本來 因為加拿大很冷 大自然平衡 所以很多的蛋啊 就會 被凍壞掉 剩下的正好明年船中接待 溫度稍微高一點 結果呢 很多的蛋啊 都沒有被破壞 所以現在 它的樹啊 都是這個小鼻頭 所以 整個樹啊 樹皮底下都是空洞 你看 全部 從山底下一直上去 那本來就是說 可以把它砍下來就好 但是 砍的速度來不及 反正一直到很上面根本沒有辦法去砍 你看 本來是綠油油的 沒過幾年 全部 被淪陷了 紅色 那到底它現在 有多大 我去年 這個資料是我去年到加拿大演講 他跟我講這個事情 我就請他趕快提供這個資料給我 這個是加拿大 西海岸 Vancouver Vancouver在這邊 西亞特在這裡 Vancouver對面有一個島 叫做Vancouver Vancouver Island 那個城市叫做Vancouver 溫哥華 那個島呢就是Vancouver島 我以為 Vancouver島應該很小 因為它是城市的一個島 Vancouver Island 後來才知道說這個Vancouver這個島 跟台灣 差不了多少 結果紅紅的這個 就是那個小蟲 把所有的Pine都弄死掉了 你看看 它是台灣的幾倍大 我們台灣說要趕快大家種樹 就是台灣所有房子都全部 撤掉全部種樹的話 還沒有這個小蟲的 這個一點點 這是我最後一個歷史給各位看一下氣候變遷的影響 氣候變遷的影響很多 我們到今天都還不知道 光是一個小蟲 它造成的傷害是這麼的大 而且我們現在 人類對它一點辦法的影響 還在擴大 我們怎麼辦 那是誰造成的 造成今天這個 我覺得 這個 跟科學家 跟工程師 最有關係 我們科技今天這麼進步 我們科技今天這麼進步 包括 師教授、聖教授他們都有責任 但那也包括我 我覺得工程師 不要負最大的責任 為什麼呢 這張圖 我知道 在座 不一定全部都是 移工的 沒有關係 我這張圖 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 會造成 這是發電 現在我們都要靠電 沒有電腦又沒有辦法生存 就用煤來發電 煤的發電廠 要發電呢 它要經過燃燒 要用經過Turbine 然後發電機 然後一直發電下來 去燃燒 然後 產生高 這個水蒸氣 高壓 去推動 帶動鍋輪 然後最後發電機 發電 這個整個過程 如果我們從 這個能源的第一定例來看 發現燃燒是非常好啊 我們師教授他是燃燒的 這個 第一流的 學者 科學家 你看 效率96%喔 好像看起來非常棒喔 那Turbine呢 不是那麼好 才55% 然後這個 發電機 電機的燃燃 厲害 98% 但是你這樣一乘起來 就剩下30幾% 所以我們現在發電的 都是只有30幾% 我們真的用到 三分之一的能源 三分之二全部排放到大氣 或者排放到水裡面 我們只抽到三分之一 看起來好像非常好 這個 工程師很聰明 他用燃燒的光法 可以把任何的 化學能都把它拿出來 石油的能源都是在他裡面 這個 Nucleus 外面有電子 Electron 那靠 Electron 叫做水 Nucleus 都是靠Electron 拉來一起 化學能 我們要把那個 石油 煤 炭 化學能拿出來 怎麼拿呢 就把它燃燒 燃燒的時候 它的電子 它會重新排列組合 重新排列組合 化學能就跑出來 這就是燃燒 只要把它燒啊 我們就有辦法把它抽出來 抽出來以後我們就去發電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 第二定力進去 這是 這個熱力的第一定力 第二定力 一看才是最準的 結果發現呢 問題都出在這個燃燒 效率最低 一燃燒它就省失一半了 那其他 8090乘起來難怪是30幾個 所以我們的問題現在出在哪裡 我們汽車也是燃燒啊 內燃機啊 你石油進去 破壞一點 爆炸 這個燃燒 任何東西都是燃燒 我們現在化石燃料 我們 要為了用它能源 全部是用燃燒 結果燃燒 其實是一個 最 你看起來在所有這個 這關鍵裡面 它的效率是最低的 而且 因為燃燒溫度高 它會排放汙染 汙染 它會產生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汙染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 這個辦法 就是靠燃燒 這個是大氣 我們的環境 這個就是化石燃料 我們為了 拿它的能源出來 我們唯一知道的方法 我們花明的燃燒 我們就可以抽 一部分的能源出來 三分之二能源 都化為 不好的 到環境裡面 它會造成空氣的汙染 丟到我們大氣裡面 二氧化碳 丟到我們大氣裡面 然後燃燒完也會產生水 也丟到大氣裡面 環境 我們燃燒 除了能源 以外我們從大氣 唯一拿出來是氧 所以我們整個環境呢 一直切乏氧 一直接受二氧化碳 汙染 水 水 我們是生活在這裡面 如果我們繼續靠 燃燒 用化石燃料 你想想看 我們這個 地球怎麼有辦法 有蓄下去呢 那我們現在就面對這個問題 那我們怎麼辦 很明顯的 我們不能燃燒 我們不能用化石燃藥 有沒有辦法 為了要減碳 國本海根就是要減碳 你如果用 煤 木頭 油 等等 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這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 氫 它沒有二氧化碳 所以未來 替代 化石燃料 是氫 所以我說我們要進入 氫的經濟 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 就是要解決二氧化碳 那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現在化石燃料 將來要被氫其代 因為我們不能燃燒 因為用氫去燃燒 你還是會產生 環境的問題 所以要把燃燒的方法 改成 直接 不燃燒 我們用 電化學環印 那這樣的話 就要靠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 它一樣從化學能 它直接轉成電能 它不要經過燃燒 不要經過燃燒 它就沒有污染的問題 用氫到燃料電池 就沒有二氧化碳的問題 所以這是 我們永續的辦法 所以我們人類 要進入這個永續 就是 用再生能源 要去製造氫 同學有 我剛剛看了這個同學問你問得非常好 為什麼 我們要去製造氫 你看這個方法好像很笨喔 我們要用再生能源 產生的電 來製造氫 那這個氫呢 要製造氫呢 我們從我們的 我們地球很多是水 環境的水拿來 電呢 它會電結 它就會產生我們要的氫製造氫 然後它會產生氧 氧呢就丟回給大氣 然後氫呢透過燃料電池 我們就可以 發電 產生能源 然後 它需要 大氣的氧 那氫跟氫呢 是產生水 水又放為大氣 我們地球 所以你看我們地球是完全平衡 水呢用哪來製造氫 那它產生 燃料電池用完的水它補回去 那燃料電池需要氧 但是你製造氫的時候 它會產生氧 就完全平衡 這是我們人類 能夠永續的方法 也是地球 能夠永續 文明 能源 永續的方法 那等一下 有空我們再談 為什麼要製造氫 我希望把這個 講完以後 讓同學來發問 包括剛剛的問題 後來我們一起再來討論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要燃料電池 我們就不要經過這個燃燒 這裡沒有二氧化碳的問題 沒有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這個轉變是非常的大 那再生能源 可以從不同的 能源 再生能源一出來的話 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有 這個能源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化石能源 大部分的集中在中東 少數幾個國家 未來會很 很平等的 這張圖是丹麥的圖 因為這次在國本海根 我把它調過來 為什麼它發展燃料電池 跟功能 這張圖啊 密密麻麻 簡單來講 這是 幾點鐘 這個是多少的 風力發電 丹麥 是在這個 北歐 它那個叫什麼海啊 丹麥那個海 北邊那個海 吉林海峽 什麼海 它那個風啊 很大 所以它的風力啊 很好 所以它現在很多的風力機 它現在是世界上第一名 風力發電 它的風力產業也是世界第一 它幾乎百分之二十電力都是從風力 免費 降過來 也沒有大氧化碳的問題 問題現在出在哪裡呢 風啊 它不管你要不要它一直吹 所以它現在晚上的電力都過剩 大家都睡覺 有時候呢 也會沒有風 百分之二十現在都靠風力 那你沒沒風來怎麼辦 它有一個電線啊 從它隔壁是德國 跟德國買電 所以它互惠 那現在電太多的話 你覺得它怎麼辦 啊 賣給德國對不對 你電太多的時候 德國大家 你在睡覺 他也在睡覺 他也不要電 那怎麼辦 結果 何蘭要付錢 請別人來買 因為電 是沒有辦法儲存 電是最難儲存 我們說的電 不是小電喔 我們說的都是Megawatt 電池 你可以除一點點電 我們說的是這麼大 20%國家的電 怎麼辦 不趕快解決的話 現在電的控制 是非常的困難 電的Storage 像台灣 假定我們大量發展再生能源 結果發現電太多 我們又沒有一個德國 請客來 因為台灣是一個島 非常的嚴重 前台大停電 南部會停電 就是因為電送不出去 趕快想辦法把電廠關起來 但是風力發電機不是說關就關 風它一直來 所以德國 所以丹麥就覺得 他一定要發展燃料電池 正好 當你電太多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趕快來製造氫 所以一個同學在問我 為什麼 還要製造氫 用電去製造氫 然後氫再透過燃料電池去發電 因為這樣的話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 你電太多 問題很大 趕快利用這個 來製造氫 解決這個電力過剩的問題 第二 你切電的時候 氫 透過燃料電池 又可以發電 所以燃料電池的重要性在這裡 丹麥 就壓風力發電 燃料電池 兩個一結合 非常的完美 不需要 燃料 好 大家對這個為什麼 我們要發展燃料電池 希望 有一些了解 接著我們講燃料電池 那個是什麼時候要休息啊 好 兩三分鐘 燃料電池呢 這個各位大概也聽到 它其實 被認為 一個很大的科技 它被認為 是 改變未來 世界 十大科技之一 而且是排No.1 所以它不是一個電池 不是一個battery 它是一個很大的科技 這個 Economist 這是 經濟學很有名 雜誌 他說 本世紀三大革命性科技 燃料電池 就是三個之一 它跟生物科技 這個IT 一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電池 其實它是一種 第四種的 發電的方法 水力 是 一代的發電 第二代是火力 第三代是核能 第四代 我們將近日燃料電池 因為它是電化學反應 直接 從化學能 變為 電能 它不要經過燃燒 它又沒有污染 又沒有 發氧發炭的問題 假定清 用清的話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上個堂我們在討論為什麼需要燃料電池 假定你能夠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話 我們就現在 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麼是燃料電池 為什麼這個 會受到 這個重視 這張圖呢 這張我是用了很久 我這個用了 十幾年前 我現在說 記不得 因為當時 我個人 就覺得說 我年紀後來越來越大 我做了研究希望說能夠 比較 不要一直改變 後來 那時候我問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 哪一個科技我應該 大為投入 21世紀哪一個科技 是最好 當時我覺得說 他這個新的科技啊 他一定要對環境很好 這科技才會一直永續 那這個科技 不能有污染 而且也不能二氧化碳 我是 這一張我已經用了 我都忘掉了多少 至少15年以上 不能有污染又不能有二氧化碳 當時 是衝突的 好像說內燃機 汽車好了 假定 你不要污染的話 你就希望把 一氧化碳 CO有毒 變成二氧化碳 這個CO2 完全的燃燒是最好的 但是完全的燃燒 會產生更多二氧化碳 所以當時 我是很增長 但是我覺得 要符合 當時最重要是空氣污染 但是我覺得 二氧化碳 當時我是覺得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自己去找了很久 後來發現燃料電池 複合這兩個 唯一我能夠找到的 因為燃料電池 它幾乎沒有污染 也沒有二氧化碳 然後 它效力 又高於 目前任何發電 方法 100% 所以它效力又高 又沒有環境的問題 那這個 它的理論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燃料電池 而且呢 燃料電池 被發現了 是比燃燒 比engine 發現的還早 當時 燃料 是希望說透過燃料電池 車子也做出來 但是後來 發明這個內燃機 燃燒的專家 打敗燃料電池 所以人類呢 就開始用燃燒的方法 造成今天的 這個問題 今天呢 我們 其實人類也不是那麼聰明 我們從歷史上了解說 原來以前有這個燃料電池 所以我們現在 趕快又回去 燃料電池 所以就像丹麥的人一樣 他現在回歸騎腳踏車 所以這個東西呢 也不是很新 也不是一個很 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原理是怎麼樣 它裡面 最重要的 領件是什麼 然後它如何來運作 那這個氫從哪裡來 然後整個燃料電池的 系統 是什麼 燃料電池的基本原理 是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其實 跟化學 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是化學 但是它是電化學 它在反應的時候 它會產生電 化學反應是不會產生電 化學反應只是 把分子重新 排列組合而已 它電池還是都留在裡面 但是我們是需要電 所以希望它這個 反應的時候 電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是電化學 所以它是一個 電 Electrochemical Cell 它是一個電化學草 所以燃料電池不是一個電池 它是一個電化學 Cell 英文是叫Cell 它直接把化學能 轉為電能 直接轉換 它不要經過燃燒 不要經過其他 這樣的話 它就很簡單 它可以做得很小 效率就會高 因為它不要經過轉換 所以它跟化學反應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的反應會產生電池 會發電 那這個就是很早 200年前 就被發現了燃料電池 發現了這個人呢 Roof Roof 他 也不是 科學家 他不是ingenieur 他是一個法官 化國法官 以前化國 貴族 他們是貴族 不要為了生活而 擔心 貴族生 所以他就有時間 玩這個玩那個 所以燃料電池是跨領域的人搞出來的 好官 在座都是通識的 不管你是不是 機械電機 甚至於人文 很適合 發展燃料電池 那他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我們 對這個電結 水如果通電的話 水就會被分解 這我們都知道 要通電進去 我小時候喜歡這個去釣魚 那我的靈機呢 他 沒有耐性 他就用 去電 用電 揹個電池 他就插兩根 到這個盒裡面 通電 他的盒 他的電會 通過的話 那魚在中間 就被 電到他就 浮起來 其實你那電插到水裡面的話 水 H2O 就被分解 氫就出來 氧就出來 所以這個電結 我們都知道 這個水 這裡水進去 然後這裡 這是一個電池 一個電 電把它通 兩個電極 在一個電結液裡面 水呢 就會被分解 氫就往這邊跑 氧就往這邊跑 我們通電的話 水就會產生氫跟氧 那 我們就希望說能不能把它倒過來 氫 進來 氧進去 我們希望產生水 又產生電 所以他其實是 跟電結正好相反 我們希望 我如果提供氫 提供氧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花電 然後 產生唯一的 就是水 那當然 這個 大自然不會那麼 讓你那麼隨便說要反過來就反過來 所以我們要做很多的 手腳 希望能夠 反方向來反應 就是燃鳥電池 我們要想辦法 讓它反方向 能夠反應 所以它原理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我們希望氫跟氧跟氧進去 就產生水 然後 就產生電 電 啊 它的 過照非常的簡單 它 其實跟三明治一樣 它中間 有一個電結子 中間一片啊 這三明治 電結子 兩邊你就放電極 電結一樣啊 電結水 你要插兩根進去啊 所以我現在也是要兩根 一個陽極 一個陰極 所以中間一片 陽極陰極 那我們希望說氫從這邊 陽極進來 然後氧從陰極進來 我們就發電 啊 那產生水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 這塊啊 這塊啊 就是中間那一塊 幾乎像塑膠一樣 這是燃料電子的一塊 中間是電結子 就是這麼一個像透明的東西 那我現在要把電極放在這兩邊 我這個燃料電子 演講了很多 我大概拜 最初的一個 最多東西是今天 因為施教授的關係 所以我一大包來 那我現在把陽極陰極放在兩邊 黑黑的這個 所以一個是陽極一個陰極 這樣就會發電 簡單不簡單 現在氫氣往這邊跑 另外一邊 電子就跑出來 所以燃料電子其實 它結構是非常的簡單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傳統的 燃料 化石燃料 它裡面有化學能 目前 所有的做法 都是燃燒 我們就把它加熱加得很高 然後呢它熱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把化學能變成熱能 那熱能呢 我們 因為它有熱 我們就去 把水啊 做成水蒸氣 水蒸氣溫度 高 壓力就高 所以它壓力高的時候 我們熱能就可以變成機械能 經過那個 波輪 因為它 壓力高它會帶動 像電風扇一樣 就會把它帶動這個波輪 會轉 然後把發電機 帶動發電機 所以經過 化學能 熱能 機械能 就是那個 波輪 然後就會發電 我們必須 經過燃燒 這樣走一大圈 才會發電 這是我們目前 所有的化石燃料做法 不管是油 天然氣 煤 發電都是這樣做 核能也是一樣 核能發電 它不燃燒 它是 經過 核子反應 它也 現在產生熱能 熱能在產生機械能 在產生電能 所以現在 所有的 都是這個走法 我們燃料電池 剛剛大家看了一下 我們根本就不要 我們化學能直接就變電能 它是直接的轉換 因為它透過 電化學反應 那 因為它直接電化學反應 它的效率呢 就可以 40%到70% 我說的是發電的效率喔 目前任何方法 發電 包括核能也好 這個煤油 天然氣 效率大概就是 30%左右 因為 它是經過間接 轉換 所以效率當然不會高 所以我們目前的發電 三分之二的能源都丟掉喔 我們只是拿它三分之一出來 而已 丟掉了當然會造成環境的 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效率就可以各位可以看出來 發電的效率 跟 這個發電機的大小有關係 一般 發電機越大的話 效率是越高 這傳統的做法 都是 越大的話都是越高 所以現在蓋發電廠 它必須要蓋 很大 核能也要很大 火力發電廠要很大 不然的話 效率本來就低 再加上這些 都有這個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核能一定要蓋在台灣很北邊 或是很南邊 但是我們人要使用的 是在這裡 但是它就不能 因為它是集中式的 火力也是一樣 蓋在海邊蓋在很遠的地方 然後電線再過來 電線當然有很多Loss 它上面比較高的 就是燃料電池 如果我們再看一下 它為什麼 它的眼裡是怎麼來的 剛剛講中間就是這塊透明 兩個電極 電極裡面呢 其實我們有做一些手腳 黑黑這個裡面 黑黑的裡面 我們有放觸媚 我們有一點秘方 因為你要叫它 反應 從反方向來的話 它 它是 不大可能 但是我們加一些東西進去 就有可能 那就加觸媚 等一下我們會談一下觸媚 所以兩個電極裡面我們有觸媚 中間這個是電結子 Electrolite 這兩個是電極 Castro 這個氫 進來的時候 碰到觸媚的話 它就會分解 氫是兩個 H2 它會變成兩個 它會被分解 而且呢 觸媚又會把H 又把它分解 變成離子跟電子 所以變成兩個 氫的離子 帶正電的離子 跟兩個 帶負電的電子 所以觸媚的 就是很厲害 它就會把你 分解 然後產生電 那這產生的電 就往我們就拿出來 就可以用了 然後用完以後再丟到 這個因極 那這裡產生的這個氫 的離子 要透過 要透過裡面 不能讓它跑到外面 一直跑裡面過來 經過這個電結子 跟剛剛回來的電子 然後 空氣的氧進來 然後這三個一反應變成水而已 所以我們電呢 就把它消化掉 電子把它消化掉 所以我們在 因極的話 就是空氣的氧 跟這個紫紫 這個是紫紫 就是氫的離子過來 然後電用完的電 回來 就產生水 所以氧極 因極兩個一加起來 我們發現說 只要氧氣進來 然後空氣進來 產生水 然後產生電 然後產生一些熱 所以燃料電子它會熱的 熱要把它拿出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燃料電子 其實是非常簡單 它就靠 裡面的電化學 這個叫電化學反應 因為它 反應完以後有產生電 所以這是電化學反應 那裡面的零件 也是非常簡單 剛剛我給各位看了這一片 兩邊就是 就是這塊黑黑的 電解質 然後兩邊有觸媒 其實我這個不僅僅有觸媒 我的黑黑裡面呢 還包括 這裡是觸媒 還包括 外面一個叫做 氣體擴散層 這個黑黑的 壓在裡 這個都是很薄很薄 氣體擴散就是說 我氫氣進來的時候 能夠擴散到整個 表面上 這個一進來的時候希望這個東西能夠把 所有的空氣 分佈在這裡 那氫氣從這邊跑出來 所有的氫 都在另外的觸媒 那 那這裡是一個墊片是怕那漏氣 然後完了 就一個流道 這個流道呢 就是我氫從後面這個進來 然後在 裡面流 那氫的目的呢 希望能夠碰到 這一邊的 這個 這個 這一邊能夠跑到那個觸媒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流道 這是什麼 裡面有很多 凹進去的地方看得到嗎 他凹進去有沒有 中間有一個凹進去 因為我的氫啊 有一個洞 從後面進來 所以我的氫啊 就要讓他這樣流流 然後到這一個洞 在這裡再跑掉 沒有用我的氫 所以 我這個流道就是兩個流道盤 空氣這邊也一個流道盤 空氣從這邊進來 然後 所有這裡面都有氫 那我這樣子把它放在一起的話 夾在一起 那我就輕易回進去 就會跑到這個觸媒上面 然後就滑電 那我這一邊呢是 空氣的氫 包括空氣 的流道 這樣就是一個燃料電池 單電池 Single Cell U Cell 是不是非常淺 那結構是非常的簡單 那 我們的曾教授 他是流道盤的專家 他有一些 重大的這個花園專業 就是在設計 流道盤 所以他最重要的零件 就是中間這一塊 也可以叫做這個薄末 這是一種燃料電子 這電結子 然後呢 這個叫做membrane 這個 剛剛我講electrolyte 這名字很多啦 中間這一塊 有點像透明 然後呢 就是要觸媒 那觸媒 那觸媒跟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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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 Diffusion Layer 氣體擴散整 其實這個跟兩個加起來 就是電極 各位看到我這個黑黑 就是陽極跟陰極 所以 他的重點就是 我們有中間這一塊 電結子 兩邊的電極 加上流道 這就是燃料電子 最重要最重要 這個中間這個 就是燃料電子的心臟 他的心臟 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就看到了 中間這一塊有點半透明的 兩邊電極 這三個加起來就是 最重要這個叫做 MVA 然後再流道板 這就是中間這一塊 透明的 好 那這個 這 這個就是把 陽極陰極弄出來 就是剛剛黑黑的 那這個就是流道板 這是 燃料電子裡面最重要的 然後組裝起來 就變成一個單電池 所以我們要裝起來 這樣就花電子 你外面看著亮亮的東西 因為 我要兩個壓板 反而壓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丟了 多了兩個壓板而已 那這樣的話 就花電子 只要清氣這邊進去 兩邊進去 你看這個是很安靜 它沒有聲音喔 我們任何的花電現在都吵 都是得了 有空氣污染 有這個什麼 還有噪音 這個很安靜 它又不會動 而且它直接花電子 而且它直接花電子 我想很簡單的 說明一下陽極陰極 這個 陽極 基本上它是一個氧化的作用 它氧化因為它會產生電子 所以陽極就是產生電子的地方 陰極呢 是會接收電子的地方 所以 這個電化學反應 它一定要有兩個反應 它不能一個 因為 電化學反應它會產生電 所以一個地方產生電 另外一個地方要接收電 不然的話它就短 它就 電送不出去 整個就停頓 所以 電化學它一定要有兩極 陽極跟陰極 一個是要產生電 一個接收電 氫 那邊 氫會產生 電 陽 它是還原了 電化學反應 它需要電子 這造成這個水 那 這個電 那兩個電極 我們有電流出來 我們也必須要有電壓 不然的話我們有供 供是電壓成電流 那為什麼兩個電極 會有電壓差 如果沒有電壓差 這個電極沒有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這個電極 有電位差 那為什麼電極會有電位差呢 那我們簡單來解釋一下 那它的電位是怎麼來的 它電位 都是以氫 為標準 就好像說 我們的高度 我們不曉得 中央大學現在高度是 多少高 其實我們不知道 高度是多少 我們說一三有多高 一三是多高 39 3952 很厲害 這個 施教授啊 他是不是 無所不通 很準確3952 我相信他 大概沒有錯 誰說是3952 喔 他是因為用海平面為準喔 他不是從海底面喔 我們台灣是一個島啊 我們台灣島 其實在太平洋海底下 就是我們隨便定一個標準 我們說 就用海水面當標準 然後這樣高度是300多 3952 但是我們的高度是我們自己定的 其實高度是 沒有辦法定的 都是相對的 ㄟ 一樣啊 這個電極的電壓 potential 也是要隨便我們定 我們不知道絕對是多少 說只有相對 所以所有的電壓 都是以氫 電極 做標準 就好像山 高度 海底面為標準 氫的電壓 用氫的那個電極 氫跑到那個電極上 產生的電壓我們就說零 氧 跑到電極去 產生的電壓 我們就跟 氫的電極做比較 發現兩個會不一樣 那個電位差 就我們就說 氧的電位差 所以任何的 燃料 都要跟氫的燃料去做對比 結果發現都不一樣 這樣很好 所以我們才會有電位差 陽極陰極我們用了兩個不同材料一個是陽極 是用氫 我們的陰極材料 是用氧 所以兩個 電位差 它的電位差多少呢 它1.229 伏特 所以電極 它是有電位的 兩個不同的 材料進去我們就有電位差 我們又有電流 又有電位差 我們就能夠做工 這個就是用氫來量 所有的 不同的材料 你會 都可以去查 所以各位同學 你可以去設計你自己燃料電池 不一定要用氫 也不一定要用氧 任何材料 其實 我們的電池 Battery也是一樣啊 它是用氫 氫酸電池 一邊是氫 一氫 另外一個電子是 氫的氧化物 兩個 也有電位差 所以電池也是選擇兩個不同材料 任何兩個材料 你就會發電 好 那我們時間很不多 再來呢 它這個電話去反應的時候 不同的材料 它產生的電子 不是一樣多 有的會產生 一個反應 它產生更多的電子 有的產生比較少 我們來看一下 氫 我們氫進去的時候 它會產生兩個電子 一個反應呢 一個分子的氫 它就送兩個分子的電子出來 小弟我用甲烷 天然氣啊 我們家裡煮飯那個大部分是甲烷 用一個分子的甲烷 它可以送你 八個電子 產生很多電流出來 所以電化學反應喔 它不是產生的電不是一樣多 不同的 燃料進去 它產生的電位 不一樣 然後它的電流 也不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去設計 那很多人在問說電池跟燃料電子是不是一樣東西 我十幾年前回 回國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當時我就開始大力講燃料電子的重要性 因為當時也都沒有做研究 國內也沒有重視 那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中文把它換作燃料電池 不大好 因為它不是一個電池 電池 電池 它是一個Storage 它是存電的東西 你存多少 你多少電進去 它就存多少電 然後放多少電 跟你存的電一樣多 所以它是一個電力的儲存 電進去 除多少 它就放多少而已 燃料電子它不是除電 它是 燃料進去一直發電 所以你就跟汽車一樣跟 發電廠一樣 你燃料一直進去它一直發電 所以它是一個發電機 Battery是一個 Storage 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當時我就說 不要叫燃料電池 因為這項 尤其是官員 他一聽電池 那時候有推動 推那個電動汽車 失敗嘛 因為用電池 一聽到燃料電池 說我又在講燃料電池 所有的 反應都不是那麼好 所以當時我就說 我們不要叫燃料電池 View cell 它不是View Battery 但是我們中文就變成燃料電池 那時候我就跟它翻作 環保發電機 有一些人贊成 但是 還是現在大家還叫燃料電池 包括我現在也只好都叫燃料電池 其實它跟電池是 有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不是一個電池 不是一個小東西 因為時間關係 我要講快的 那我說裡面有一個關鍵 我們一個秘密 就是觸媒 我們觸媒放進去 它反應就能夠 往方向的方向 跑 本來是電結 產生氫跟氧 氫跟氧進來 我們希望產生電跟水 就是靠這個觸媒 觸媒是什麼東西啊 觸媒啊 我印象 非常深刻 我一直不會忘掉 謝謝 施教授說我剛剛 從那個加州 Berkeley 畢業以後 當時我是在加州 我說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們生了沒有 那時候我很早就出國 我拿博士的時候 1969年 你們 還沒有生 那時候台灣 不是像現在這麼富有 是相當漏武 尤其是我從那個 彰化鄉下 是更漏武 我們鄉下 車子一天只有兩班 有時候還沒有開 還沒有車子 我非常嚮往紐約 我在加州那時候 我是奇怪 為什麼我班上同學 都在留在加州 我又不曉得 加州天氣是很好 我那時候就很嚮往紐約 Empire State Building 高樓大廈 世界第一大城市 所以我那時候申請 我就到紐約大學 去當教授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紐約 鄉下人怎麼會想到 說會到紐約前 做夢都不敢做 結果我去的時候 說中午吃飯 我們到那個教授 那個餐廳去了 那一天正好 跟我一起吃 是一個化學教授 很有名的化學教授 他論文是非常的多 他問我說 你要做什麼研究 我就跟他講說 我來做這個研究 他說你那個都不重要 我說奇怪 我這個剛剛博士的論文好不容易唸出來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吧 因為我是田教授 田教授後來是加州 盒克里的校長 我這個做 他說你這個都不重要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東西 他說觸媒 我說什麼 觸媒 我第一次接觸觸媒 那麼早以前 我就當然 表面上不好意思跟他頂 那內心還是 不贊同 但是我又好奇 到底是什麼 他怎麼講 他說事業上最重要是觸媒 那我說好 他說 那你就到我到辦公室去 實驗室 所以我當時去看他觸媒 結果當時他發現一個 觸媒很奇怪的現象 他說 他沒有辦法解釋 那當時我就 很好奇 年輕輕輕 雖然我不懂觸媒 但是他做實驗很厲害 出來就是很奇怪的結果 那後來 我就去做了研究機燃 給我姐姐 就發表在他們那邊的機竿 不是機械 那時候我接受 觸媒真的很重要 我們身上都有觸媒 我們人是很厲害 人是燃料電池 我們人也會發電 我們人的燃料電池是真厲害 不是輕 我可以吃水果也會發電 我吃肉也可以 牛肉也可以 蔬菜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人類有一種最好的觸媒 他叫做Enzyme Enzyme是觸媒是網 人類動物牛 他吃了很髒的東西 他的辦法 因為他都靠觸媒把它消化掉 把它分解 那我們為什麼不用這個觸媒 來分解氫呢 動物 都能夠分解任何東西 我們為什麼不能分解 所以觸媒 他就是一種 他不會被消耗掉 但是他會加速 反應 他本來反應非常的慢 但是有這個觸媒 他反應就很快 這個東西就叫觸媒 那觸媒他怎麼一回事呢 這是白金 燃料電池最好的觸媒 偏偏就是貴的東西 而且是不是很多的東西 白金 我結婚幾十年前你們還沒生出來 我太太送我這個 白白的 今天顏色都沒有變 當然這個不是純白金 純白金我今天這個價錢也 不錯 這大部分都是 Standless steel 但有加一點點白金 也就這麼亮 永遠不會退色 他也不會被用掉 那這個白金 就是很厲害 你那個 假定說A跟B 他不會反應 兩個碰在一起 氫 跟氧在空氣裡面碰在一起 他不會反應 當然 那更不會發電 但是 他如果碰到白金 氫碰到白金的話 他H2 他會被測開 白金 就是有這個厲害 他會把他電池 測開 不僅僅這樣子 他還測開以後 他的H 他裡面有電池 他又把電池 跟他那個Nucleus 又把它測開 所以他的正電 負電又把它測一次 觸媒的功能 厲害就在這裡 這就是觸媒的作用 所以呢 他可以把他 先把他吸到 白金的表面上 他先 先吸在表面上 A跟B呢 兩個就會excited 就不同 變 進入不同的狀況 兩個呢 本來不來電 經過他的作媒啊 兩個會來電 來電的話他就會反應 反應完了以後他就 很高興就會離開 他都沒有審思 但是他做的 功能就很大 那這張圖呢 就簡單解釋一下 觸媒 本來 這個就是還沒有反應以前的東西 我們希望他變成反應 反應後的東西 他中間要經過一段路程 好像說氫 那最後我們希望變成 電子跟離子 那中間他怎麼 怎樣才能夠反應呢 他要經過一個能量 假定這個氫 有這麼大的能量 他必須要 透過一個 他要反應到後面 他要有足夠的能量 能夠 爬越這個障礙 那這個障礙呢 一般都是很大 氫 沒有足夠能量的話 他爬不過去他就不會反應 但是我們一家觸媒的時候 他要走的路線 改變了 他爬過的能量呢 從這裡會降下來 小小坡而已 所以觸媒的作用 就是 降低 他反應 必須要爬過這個能量的障礙 把他降低下來 這樣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 反應 所以他的基本 原理 其實也蠻簡單的 樹莓 就是讓他 這個坡 障礙很高 把他降低下來 這樣的話 氫只要有一點點能源 他就能夠爬過去 這樣我們反應就 就會很快 這個觸媒呢其實 就在 剛剛這個 這個 這個薄末 然後 這個兩個電極 他觸媒其實是非常薄 非常薄因為他很貴 所以我們盡量少用一點 白金 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個可以把它調過去 那白金呢要怎樣用非常少量 越少量越好 燃料電子現在一個大問題 太貴 其中 原因就是 白金 關係 所以 白金要用非常少 就想辦法 用非常薄 非常小顆的白金 那這個我們會做很多手腳 這個手腳就是 我們把它放在 白金呢 很小顆很小顆 奈米級的 白金 把它放在 一個叫做 Support上面 Support很多洞 我們裡面很多表面積 那把很小顆的 白金就放在裡面 這個我們就叫觸媒 我們不要用純白金 純白金的話 啊 就會 浪費 我們做了很小顆 那放在 一個 有洞的 Sponge 很小顆很小顆 裡面表面積很多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 可以使用 使用白金力啊 就會大為提高 這個東西Support叫做單體 所以我們的 觸媒啊其實不是純觸媒 是白金加上其他東西 那中間這一塊呢 是燃料電子裡面最重要 就是剛剛這一塊 不要小看這一塊 透明的東西 這個電解子 就中間這一塊 叫電解子 它的作用啊 就是它能夠傳導離子 剛剛不是有那個 那個H plus的離子嘛 它必須要能夠 導 正電 H plus正電 但是負電 電子是負電 要節約 這樣的話 電子 它不能 從中間 裡面 跑過去 它只好 跑到外面來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電子 調出來嘛 所以我們這個一定要 結電子 電子要 讓電子 跑不掉 它一定要 往外跑 但是我們離子呢 不要 讓它往外跑 往裡面跑 所以我們找了這個材料 就是有這個特徵 導正電 不導負電 就是有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就很 就是最重要 燃料電子裡面最重要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設計 本來這個是不導離子的 但是我們可以想辦法讓它導離子 加一個東西進去 加一個functional loop 加一個 就可以加一個functional loop 我們這個 加一個東西的話 它就可以導離子 所以我們有材料可以加東西 讓它導 我看這個時間關係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電了 這個氫 各位有沒有看這個氫是兩顆紅紅的 H跟H H2 它一進來 碰到這裡 這個是薄膜嘛 這個電子在這裡 你看它兩個就會被測開 因為它碰到觸媒 有沒有 一個變 兩個就分開 有沒有 沒有 而且 它每一個裡面的電子 又被它測開 所以電子就會出來發電 然後這個離子啊 就經過剛剛這個電結子 就可以跑過來 那電子跑不過 跑不過來 它只要往外面跑 這兩個 就跟 這個羊 進來結合 就產生水 紅紅的就是O 這個就一個 氫兩個 氧 我們這樣就能夠發電 這個詳細的我們就把它省掉 那氫的來源 氫 化石燃料是很困難 但是氫來源可以任何的 再生能源也好 化石能源也可以製造氫 只要 生殖能也好 太陽光電 風力 海洋能 核能 任何 幾乎都可以做製造氫 那我們氫呢 可以 可以用這個 要使用它 可以用在這個瓶子裡面 那個直接用氫的 氫送到您的瓶子裡面 然後就燃料電子發電 直接用氫 或者用間接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這個天然氣甲醇 帶在上面 然後甲醇天然氣化石燃料 它可以經過重組氣產生氫 所以燃料電子旁邊可以放一個重組氣 那這樣進來的不一定氫 你可以天然氣 也可以其他的燃料進來 它就可以進 變成氫 然後直接進燃料電子 所以有兩個方法 來使用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這個 最後的結論 燃料電子 其實是很多種 你看 燃料電子不是一種 有低溫有高溫 等等 像這個比較低溫的 這個是用在太空的 這是鹼性的燃料電子 這個都是用在太空 這個是酸性的 這個用在汽車 手機 家庭發電 坐在bus 這個是直接甲醇 用甲醇 是液體的 它可以用在手機 電腦 等等 那這固體呢 這是高溫的 它可以大型的發電 起在我們那個大型的發電 效率可以非常高 它的用途 其實不僅僅是民用 金屬用 包括 這個潛水艇 都是非常好用 飛機等等 最後 結論 燃料電子 它是幾乎是一個沒有污染 然後 發電效率又高 然後 如果用氫的話 它也沒有二氧化碳的問題 然後它的體積很小 沒有噪音 它的用途 可以小可以大 幾乎 可以說是無所包 好謝謝各位 是是是來 是請說 好那我來看一下 同學其實問得非常好 我也稍微看過 燃料電子的成分 雖然是 廢料 顏料 但 又 添加化學物 會不會造成有毒 燃料電子 它加的東西 很好 像白金 它根本就不會消耗掉 像這個白金又是很貴的東西 現在是希望說 用完以後 你要還給它 白金因為很有值錢 要回收 所以它其實 它沒有什麼賭的問題 然後 它的電極 它都是碳材料 所以它也是沒有賭的 那 他說這個 廢氣的稻谷 有大量的農藥 會不會影響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 是很怕硬 是很怕硬 SOFER 如果 它含有硬的話 那個要先把硬拿掉 不然的話 硬 會影響燃料電池 安全性好 能重複使用充電池 但一旦壽命 沒有了 能不能回收 剛剛我就講說 確實 都想要回收 因為它很值錢 現在世界上一個很大的公司 我上個禮拜 這家公司我暫時不能講 是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化學 制藥公司 它是在德國 比丟胖還大 它的 它有好幾個president 其中一個president 上個禮拜來台灣 他們 做MBA 是實際上做最好的 但是他希望 台灣來合作 被邀請參加 他就是跟我講 他裡面 是希望 未來能夠回收 他希望跟台灣合作 所以 各位可以看 這麼大的公司 the president 他找了世界 世界有192個國家 他找來找去 最後他接了台灣 當時他說 他為什麼要找台灣 各位可以覺得 要很有信心 他接了台灣 Accuracy 比較準確 Accuracy 包括很多 包括 你說到就做到 你做出來 都比較準 比較有信用 比較有品質 這種東西 德國人最重視 我們要保持 我們台灣的reputation 各位同學 所以我說 德國 既然找台灣來 他就是說要回收 這個大P系 差一點就有 請幫他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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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 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 你剛才就是有講說 他主要燃料是氫氣 那氫氣的話 就是我們知道他是還蠻 可燃 而且他的供應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好像還不是很容易得到 他的存放安全度還有供應要怎麼確保 清冷大家以為他非常會爆炸 確實他是很容易爆炸 但是清冷在燃燒的時候其實比石油安全 因為他很輕啊 他一下子往上跑 所以如果他燃燒的時候 他的火焰是非常小的 細細長長往上跑 像飛機的話 一炸下去了 飛機整個會燒掉 那當然 這個氫 他因為會爆炸 那我不要就以為他就很危險 其實氫 他可以存在 現在就可以存在一個container 那如果他漏氣 他很快就往上跑 其實他滿 他是比汽油還安全 有一些氣 他會沉澱下來 像我們家庭那個 漏氣 那你回家不知道的話 電燈一打開 因為他是往下沉 如果氫漏氣的話 上面有洞的話 他一直往上跑 但是這個不是什麼安全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方法 我們可以存在 Hydro 一種金屬他會吸收氫 那我們要使用他 他自己會放出來 那你放在這Hydro metal 子彈打下去 其實你不會爆炸 因為他被 Metal Hydro抓住 所以我們這個方面 其實都可以解決的 那所以這安全性 他是會爆炸 但是我們會把它做成 很安全 就好像汽車 汽油非常危險 但是我們會開汽車 當要開始 商業化的話 這個安全 一定要把它設計好 所以我們再次非常熱烈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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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